香港政府今天应该会公布一些防疫政策最新的 是否会放宽还是怎样 展昭他就想问 是否时候可以买一些本地商场或者餐饮股呢 他说如果是淡仔和罪幅流你又怎样看呢 我一半一半 因为第一大家知道这个疫情真的太过狡猾了 我想也没有人预计到香港第五波是会全面地失手的了 所以究竟在放宽了之后 复活节假期之后会不会反弹呢 我真的不知道 第二再厚一点会不会有第六波呢 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只会视之为相关股份是一个很短线的操作 但问题就是这些很短线的操作其实近期都升了 所以当大家都知道近这两个星期其实香港疫情有 我没有记错过万单下来千多单 也都一早预计到 因为之前公布了 那个所谓的防疫措施到4月21 其实大家都知道会放宽的了 你去到今天才买今天才问呢 就有点迟了一点 那个直播率就差了一点了 还有第一个第三样东西了 就是很基础的 中长线是不明朗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业绩 大部分的公司其实2月没了的了 3月没了的了 4月都没了三分二的了 就是你预计到头半年的业绩 是有一半差不多归零 所以一出业绩应该会令到大家很失望 亦都讲着中长线是差点了 所以第一 这些概念股只能够搏短线 但问题就是当它短线都反弹了 你可以说我们 你不早点说 那我没说到就没办法了 现在这些位置我觉得直播率就 就是当来近这几天都已经公布了 你现在才买就太迟了